哈利路亚,奉学书圣明,我们继续学习神的话。 我们这一节要继续学习说话的智慧。 刚刚有弟兄跟我讲,早上聚完会之后,中午我们吃饭都安静了很多。 因为讲话好像比较小心了一点,没造就的,大家就开始不讲了, 别人的事我们也不讲了,那到底我们还可以讲什么? 当然啦,我们不讲不造就的,只要学习要讲造就的话。 因为总不能不讲话,如果什么都不讲,坐在那边吃饭也很奇怪。 所以言语上有智慧呢,我们要继续学习怎样来讲话。 那我们这一点,我们继续来提出一点。 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资认人的话语。 我们看真言的第十章。 十章三十一节。 一人的口,知生智慧,乖莫的舍,必备隔端。 一人的口,知生智慧,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腔啊,其实有很多事菌在里面。 如果你失菌太多啊,你不刷牙,嘴巴就臭了。 基本上你什么都不做,你的嘴巴就很臭。 好!你早上起来,你跟隔壁的人好壹下! 啊,臭死了!不要跟我讲话! 你说没有啊!自己都闻不到! 自己嘴巴臭,自己都闻不到,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你自己讲话的态度啊,内容啊,你也习惯了,你觉得没什么 早上我们讲过的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开口就会让人家吵架,让人家生气,或者是让一个团体混乱 但是我们要做智慧人,这里说智慧人一开口,他就会滋生智慧 这是会让人家得到滋润,甚至会结果子 我们看第十一章,真言十一章三十节 真言十一章三十节 义人所解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啊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甚至好像一棵树会长果子 那他会长什么果子呢? 他会长生命的果子 这是我本来没有生命,但是我听了你说的话,好像我生命力增强了 我本来没有信心,哎呀,听了你说这番话,我信心增强了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我们到底嘴巴在支撑什么? 那至少我们可以支撑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要支撑对神的赞美 你的嘴巴如果习惯了,每天常常开口都在感谢赞美神 这样子的话,你会感觉到自己特别愉快,特别感谢 你的心情随着你的感谢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看诗篇七十一篇 二十三节 诗篇七十一篇二十三节 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 这里说啊,我们嘴巴要讲什么? 嘴唇要歌颂神 不单只嘴巴说,灵魂也同时候说 有时候我们心中很不快乐 就是因为我们忘记要感谢神 我们很多抱怨 一起来说,哇,好冷啊 哇,这个要起来上班 哇,车子路上要那么堵 回到公司看到老板你也不喜欢他,但是要没办法还是要做这个工作 有时候我们从起床到睡觉都是在抱怨 回到家里看到家人说,哎呀,怎么家里那么乱 怎么你们都没有帮忙 怎么煮的菜那么难吃 怎么我的房子那么小 什么都我的抱怨 哎呀,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没有感恩了 但是我们转过来 我们要学习每天歌颂神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先感谢神 那好的事情当然会感谢神 但是圣经说,凡事都要感谢神 我们看《帖撒罗里加前书》 《帖撒罗里加前书》五章 第十八节 《帖撒罗里加前书》五章十八节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圣经不是说好事谢恩 圣经不是说顺利的时候谢恩 凡事都要谢恩 为什么要凡事谢恩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事情的一面 我们觉得不好的事就是不好的,哪有的感谢呢 但是神看得更远 神知道不好的事情背后,其实有时候会准备带给你一个更大的福气 譬如说我们遇到困难了 我们生病了 很少人生病会感谢神 有时候我们生病都说,主啊,赶快给我好起来 时间越短越好 当然神也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有时候神让我们生病会让我们思考 有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思考 记得以前有一次去探望一个弟兄 他生病躺在医院 我就去看他 我问他,哎呀,因为他遇到一个很危急的一种情况 还好来得及开刀救了一命 我去看他 他说感谢神啊 他整个身体要开刀啊,那个刀痕还没有,那个伤口还没有好 但是他就说感谢神 我说你感谢神什么 哎呦,感谢神啊,还把我这条命留着 他不是说,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又要开刀个大刀 感谢神还有一条命 感谢神还有一条命 他之后就跟他聊了 他就开始反省自己 其实我都没有讲什么 他自己就说了 哎呀,我以前啊 不是很热心啊 我以前也没有做很多圣工啊 我以前也不常常聚会 神呀,这次让我好起来,我要发起热心 哎,生这个病,在人看来是不好的 但是在生病当中的反思让他变得更好 也让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原来身体健康比工作还重要 身体健康比钱还重要 还有信仰比一切都重要 哦,所以他就开始感谢神了 所以我们试试看,如果一个人的嘴巴要有智慧 他每天一定要常常从心里面,从嘴巴都感谢主 好,我们这两天天气很冷嘛 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因为很冷感谢主 有没有,谁有的举手 哇,感谢主,今天真冷了,真好,感谢神 有没有,有的举手一下 哇,很冷,感谢主 圣经说,凡事感谢啊 传到那么冷,还有什么好感谢主呢? 当然有啊 因为第一,你感谢主你住在温哥吧 这个不算冷啊 你住个Winnipeg,住个Saskartoon,那个零下三十度 那边的人来到这边会穿短袖出去 有一次学生联恩会,有几个学生从艾明顿来温哥华 外面就是这样那么冷 他们那么穿短袖 我说你们有问题啊,那么冷 穿短袖 我说温哥华好温暖啊 这里太好了,以后能够搬过来太好了 因为那边零下四十度,零下三十度 对,所以他们要穿短袖 第二,我要感谢什么 天气那么冷,大家的外套都很好 对不对,我们的外套都穿得很温暖啊 感谢神啊 第三,感谢神那么冷,你晚上还有家可以回 不用睡在街上 上个礼拜有一天,我们有个晚上去温哥华 Downtown Hastings那边去访问 都还没有这里太那么冷 经过一个公园,里面都是露宿者在露营 哇,这个homeless啊,很可怜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可以回 你不要埋怨,哎呀,我的家那么小啊 哎,那么旧啊 要感谢主,有个地方可以让你睡 感谢你的家人 所以到我们每天感恩的时候 你马上变得有智慧 别人喜欢听你讲话 别人喜欢问问你,你为什么那么喜乐 那我们要常常歌颂神之外呢 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支声的是营养 一种可以让别人得到滋润的 有一些人呢,嘴巴会让人生病 我们知道啊 病呢,透过口水啊,咳嗽啊传染给别人 所以啊,负面的情绪啊,仇恨啊,都会总以语言传给别人 我们早上讲过了,我们要小心不要乱传一些不好的给人 但是我们要传什么呢 我们要把有营养的,有造就的传给人 我们要看以乎所述 以乎所述第四章 以乎所述第四章二十九节 以乎所述第四章二十九节 讲话的智慧是从消极面跟积极面都有 消极面就是误会的,不好的说话,不合佛基督徒体统的话那我们不能讲 但是不是说大家都闭口了,什么都不讲啊 这里说,造就人的好话 你这句话出去,是会对这个人有帮助吗? 你会鼓励到这个人吗? 你会让他更有信心吗? 如果没有,那你最好这句话不要讲啊? 如果这句话可以让他有造就,那你讲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说闲话?因为闲话没有营养 我们知道零食很好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甚至很多防腐机,吃的胃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们就不讲闲话了 还有教会里面也不可以讲政治 因为政治不造就人 你可以有自己的证件 但是你不要带来教会讲 因为这一讲政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好了,讲得热烈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争吵了 结果来了教会不高兴,大家都不想来了 信心当然就退步了 所以教会里面也不讲政治 那要讲什么呢? 讲讲过去一个礼拜,你觉得体验到神有对了什么恩典啊? 你知道吗?我上个礼拜发现危险的事情喔! 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在这分享 查经班回家走在路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 他差点要踏出去 他拿着那个买菜车 他拿着一个买菜车 已经站在路边了 这个有一台车冲这样就过来 原来有一个人做坏事,要逃避警察的追捕,开着车这样冲过来 差点把我们弟兄撞到 但是感谢主没有撞到他 但是把他的买菜车撞倒了 他的车子也被卡住了,停下来了 警察要来把那个坏人抓的 但是我们那个弟兄得到平安没有事 所以就来了跟大家做见证 教会没有请他出来做见证 但是在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讲这个见证 大家听了就得了很大的召救 危险的时候,念哈利路亚,求神帮助保守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 讲赞美人的话,还要讲造就别人的话 那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会讲安慰人的话 我们看真言的第十三章 真言的第十三章 我们来看二十节 真言的第十三章 人心忧虑,趋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 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 这里说人心忧虑,趋而不生 英文把它翻成anxiety,这个是现代心理学的形容词叫焦虑症 什么叫焦虑症? 其实今天现代人很多焦虑症 我们比较听到的是忧郁症 我们知道什么是忧郁症 吃不下睡不着 不想活着 这个是很严重的 但是比较轻微的就是焦虑症 所以有时候焦虑很严重也会引起忧郁症 那焦虑的表现是什么? 你头脑里面一直想象很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你会失败的 这个世界很恐怖 我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就算你什么都有很安全坐在家里 但是你有焦虑症的时候 怕那个飞机会被撞到我家里 不敢出门 不敢跟人家接触 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焦虑症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忧虑 因为我们对未来不是很确定 但是如果这个忧虑一直的增加 一直的放大 你会变得很严重 会什么都怕 那这里说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焦虑 我们通常都会说 你还多祷告啊 多靠神啊 当然了这个就是很容易讲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你在忧虑在焦虑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人很有智慧 他用一句话两句话 就会让你说心中感觉的很平安 他在心中的烦恼就减少了 但是通常传统上来说 我们不是很亚洲人 不是很会安慰人 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被安慰 从小被责备 要被要求 从小就被说想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你讲出来你的烦恼别人说 你吃饱没事做啊 如果我像你这样我才不会忧虑 你什么都有你担心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安慰 甚至有时候会说 哎呀你就去多祷告啊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安慰人 其实安慰人很不容易 除非你自己有被人家安慰过 你自己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那比较我们有可能去安慰到别人 但是这个要去学 那怎么跟人家讲话真正可以安慰人 有一些人想要去安慰人结果得到反效果 嘴巴没有智慧 其中呢 一个圣经里面最没有智慧的安慰者 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本来想要去安慰 结果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看约伯记第十三章 第四节 约伯记十三章的第四节 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一生啊 约伯说你们这几个人想要来安慰我 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看第十六章 十六章第一节 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 你们安慰人反教人愁烦 这个很有趣啊 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安慰人 但是呢 反效果 你安慰完之后那个人更伤心 更不知道要怎么做 有时候我们去医院看病 或者是看到一个信徒在受苦 我们想要去安慰他 第一句讲什么 你遇到这个事情啊 你要好好检讨一下 没有犯罪应该不会遇到这种事啊 没有犯罪应该不会遇到这种事啊 你肯定有一些问题 你就要悔改 悔改的神才会赦免你才会帮助你啊 哇 当然这个是真理 但是你一去就讲这个 但是你一去就讲这个 你也不了解 你不听听人家的感受 还有啊 不一定是做了不好的事 才会遇到不好的事 岳伯是一个正直的义人 他没有犯罪 他只是受到魔鬼的攻击 神容许他遇到这个考验 跟岳伯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三个朋友呢 很想去安慰人 但是说出来的话语没有造就啊 越安慰越愁苦 越安慰越愁苦 这好像你喂一边吃药啊吃错药了 他已经在拉肚子了 你还给他那个泄药 本来应该给他这个收水的药不要拉肚子 拉肚子来给他泄药不是拉得更惨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会反效果 所以安慰人真的不容易 要常常知道我们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有一次有几个姐妹在聊天 有一个姐妹她就很担心她的孩子 因为她孩子在学校很不出事 不聪明 也没有什么才华 人都会比较嘛 看到别人的孩子都那么聪明 有那么多才艺 所以这个姐妹就很担心 就说哎呀 我这个孩子未来不晓得在哪里 为啥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姐妹听到了 她就跟这个姐妹讲 姐妹啊你知道吗 我自己以前小时候也是很不行 我也觉得自己很蠢 我也没有很漂亮的外貌 真的我那个时候也很担心 以后要做什么 但是喔 主耶稣带领我的一生 我那么平凡 但是神都这样带领着我 我现在也没有缺什么 所以只要一个人抓住神 神不会让她缺乏的 信仰好最重要 哎 她这样几句喔 那个姐妹听了就很受安慰 对啊 神造人 不许是每一个人都很优秀啊 有一些很平凡啊 但是圣经没有说 优秀的人才会幸福啊 但是圣经没有说 优秀的人才会幸福啊 平平凡凡也可以很幸福 有神同在这个幸福 哎 这样几句话就把她的心中的 焦虑啊 焦虑啊 就化解掉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祷告 如果神要我们安慰人要说什么话 好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点 说话的智慧 永远选择要说真话 在任何情况之下 我们都要选择说真话 我们看真言十二章 第十七节 十二章十七节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 显出诡诈 十九节 口吐真言 永远坚立 蛇说 蛇说 荒话 只存骗死 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真话的重要 为什么要说真话 因为我们要把公义显现出来 神就是终极的公义 在神有完全的公义 我们自己人的公义都不算什么 那神的儿女要把公义显现出来 你讲假话就不公义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说谎话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说谎 其实我们都说过谎 那为什么人会说谎 表面上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为了得到利益 其实大人的世界从小朋友幼稚园你就可以看得到 说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得到利益 好,老师,一堆糖果放在这边,医院就可以拿一颗 大家都出来拿了 有一个人好像刚刚有出来,再拿一颗 老师说一堆糖果可以拿一颗,你拿几颗 我刚刚没拿,我刚刚没拿 其实口袋已经有一颗了 说了这个谎,可以多拿一颗 得到利益 人喜欢利益,所以很容易用说谎来得到利益 第二,说谎的目的是害人 你讨厌这个人 老师说这个事情谁做的 小朋友讨厌他 老师,我看见了,他做了 我没有,我没有,是他,我们都看见了,是他,大家想整他 害人 人有恨 有时候想对付那个你不喜欢的人 说谎的第三个原因 想免去一些麻烦 这个东西你打破了 老师来问,谁打破的 老师刚刚没看见 老师刚刚没看见 不是我,不是我,第一个不是我 通常第一个说不是我的那个最可疑 对不对,大家都想先否认嘛 所以这个是说谎的几个原因 但是人为什么会说谎 神一造人的时候,其实人是跟神一样有真理的,有诚实的 那为什么人会开始说谎 因为罪进到世界 人马上学习说谎 谁是第一个说谎的人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第八节 创世纪三章第八节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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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这里是第一个不诚实的人 这个时候亚当跟夏娃已经吃了三二果 这神就问他 哎呀,你做了什么,莫非得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吗 结果亚当说什么呢 啊,第十二节说 你是给我那个人,如果同居的女人 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死了 他虽然没有直接的说谎 但是他把责任推给夏娃,推给他老婆 其实就是一种不诚实 好了,那犯了罪之后呢 如果从这一点开始算 我们看了,字后其实这个时候都还没有直接说谎 但是下一代开始了直接说谎 该隐杀了亚伯了 犯了罪之后 我们看四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该隐说谎 人类历史最明显的第一次说谎就是该隐 他杀了他的弟弟 神问他你做了什么 神问他你弟弟在哪里 我不知道 这句话好像很多人喜欢讲 我不知道 为什么问我 我又不是看管我弟弟的 明明自己做了,又不承认 为什么人会开始说谎 因为魔鬼透过罪来控制人 所以人就有说谎的那种本性 好,我们现在认识神 虽然我们知道 你暂时说谎 会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 你会暂时少了一些麻烦 甚至你可能暂时得到一些利益 或者是你可以害到那个你讨厌的人 但是有智慧的人知道 谎言绝对站立不住 我们再看回来 我们再看回来 刚刚正言第十二章 第十九节 刚刚读过了 再读一词 口吐真言 永远建立 谁说谎话 谁说谎话 只存便死 你讲真话永远都会建立 不用怕 你不用改你的故事 因为你只有一个故事 但是你开始说了第一个谎 你要一直说更多的谎 来盖住你第一个谎言 还有最后你得不到人的信任 那何必那么累呢 不如一开始都说真话吧 那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很有创意 就问了 那可不可以说white lie 白色的谎言 有人说白色的谎言不是谎言 不晓得什么时候这种逻辑 白色的谎言不是谎言 那如果是这样对的话 那白人就不是人了 那黄人也不是人了 那白色谎言不是谎言 那什么是谎言 白色的谎言也是谎言 你可以不说谎 这是为什么要说谎言呢 有一个老传道有一次做见证 几十年前的事情 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教会领会 领完会下来了 弟兄姐妹问他 诶,传道吃了饭没有啊 因为老一代的都会问他吃了饭没有 年轻人不会这样问 那个传道其实还没吃 因为赶了时间来领会 但是不好意思说吃了 不好意思说没吃 他就说了 吃了吃了 然后刚好那个 问他的就很八卦 那你看看吃什么啊 牛肉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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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吃牛肉面 哎呀 疯掉了 哎呀,我们转角那一街特别好吃 哇,连说三个谎 回到家很难过啊 真的,说了一个谎啊 再说第二个 然后再第三个 哎呀,有时候何必那么累呢 也可以不讲 也可以讲真话 也可以说哎呀,不要讲这个啦 但是呢,有时候真的 你说了一些谎 好像是为了别人好 或者是保护某一个人 但是呢,其实在神看来也不是那么好啊 那我们要学习圣经的话 尤其是我们在社会上生活 在别人眼前 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在加拿大这个社会 很看重也要说真话 好,我们看到有些新闻啊 有一些人呢 进到加拿大海关 海关问他,你来做什么啊 有一些人在不讲真话 哦,来旅游啊 哦,来旅游啊 咦,来旅游为什么来那么久 为什么来两个月 哦,这才来玩玩啊 哦,这个海关说 过来打开你的箱子看一下 哇,结果又有什么锅子啦 什么炒菜锅 什么锅啦 这些一堆药材啦 哦,这个问了 哎呀,我来帮我女儿坐月子啦 你来坐月子一早就讲嘛 为什么一开始说我来旅游 好像说这边都没有认识 也没有要帮女儿 哦,打开了 打开行李才说 哦,原来有不一样的故事 哦,那个海关啊 还有政府很讨厌那些说谎的人 哦,他知道你说一个谎啊 永远把你黑名单进去 电脑里面有你的名字 哦,所以我们真的 诚实是最有限的 最有最好的、最有智慧的选择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弃绝谎言 我们看以乎所述 以乎所述第四章 二十五节 以乎所述四章二十五节 四章二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伤为肢体的 这里圣经说弃绝谎言 拒绝说谎 社会上人讲话都是假假的 如果你在社会比较透彻的话 社会经验很多的话 你会发觉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假的 他手里很好 其实不是很好 他等一下就整你了 因为魔鬼控制世界 大家用谎言来 彼此来包装彼此的陷害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要跟我们的灵舍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教会的人 我们的接触的人说实话 我们是肢体 没有这个事情你不要乱讲 你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讲 要弃绝谎言 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喜欢听谎言 但是我们不可以用这样来讨好别人 那有人就说了 好了 传到这样简单了 从现在开始我心中想什么 我都直接讲出来 我不要讲任何一句谎话 我心中每一个意念我都直接讲出来 这样就对了吧 是不是 圣经也没有教你这样做 你需要讲真话 但是你不需要讲你心中的每一句话 如果你这句话讲了出来 对别人没帮助 对自己也没帮助 你可以选择不说 还有说真话要有一个原则 我们看《以乎首书》第四章十五节 《以乎首书》第四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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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来教会,说,姐妹,你胖了,我长正话,你不要生气,圣经说我长正话 弟兄,你很丑,你的衣服过时了,你进来没有几下,全部很讨厌你 圣经说,哎,信说诚实话 你这样讲有爱心吗?你不要说,哦,我很诚实,我管你 你讲这句话伤到人了还是招救人 所以讲话经过大脑 不要说,哦,我想了什么,我就讲什么,真话我就全部讲 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有两个弟弟,都长得很帅,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那是你弟弟啊? 哇,他们都很帅耶,哦,是是是 然后他们都加一句,哎呀,怎么一点都不像你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讲啊! 当然我从小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有我的帅 跟他们的帅是不一样,哦,我们内心比较强大的不是很在意啊 但是如果别人的话就不一样 你不要说诚实话伤害到人 不要说一篇说我要说真话,但是你伤害到人你就不知道 所以讲话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真的是要求神给智慧 如果你觉得没智慧就少说一点 说慢一点 把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都当智慧人 好,我们唱诗 两百三十七首 筑 number 237 筑 number 237